好 南区消息来看到下一届玉里镇长选举头震撼弹 三年半前连任落选的前镇长龚文俊 16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争取下届的镇长宝座 那么龚文俊表示 未来是否能够获得国民党提名并不重要 目前最重要的是争取玉里镇名的认同跟肯定 下一届玉里镇长选举头震撼弹 三年半前连任失利 家人成为龚文俊重返政坛计划最大阻力 龚文俊与戴格也表示 索性有各方好友的协助权说 排除困难突破家人心房 同意让他重新披上战袍 更有勇气接受任何挑战 而且势在必得 但是很遗憾接受着 我们很希望他不消归潮水 最起码能够弃无存经 显经则肥来做 但是我们看到的 因为镇政代表会执行的时候 以及坊间很多的朋友 给我的回应都会讲 文俊 你要赶快回来 赶快来协助议理 因为议理不能再沦落 不能再退后 不能再退步下去 宣布将争取下届的镇长宝座 龚文俊表示 未来是否能获国民党提名并不重要 目前最重要的是争取 议理证明的认同跟肯定 党要不要提名 坦白讲 我非常非常的豁达 这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想我现在是争取 预理证明的提名比较重要 在妻子陪同下 前预理镇长现任花莲县 龙凤甲两职敏郁销合作社 理事主席龚文俊 重磅宣布启动下一届的 预理镇长选举 龚文俊说 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预理人 未来也将终老在故乡预理 因此为了不让玉理再沦落 找回玉理的竞争力 和未来发展 有必要负起责任 让玉理重返南区四小龙之首 记者高雄双预阵 3本报道